爆发了 彻底爆发了 印尼网红坡的受者和被动受益者们都爆发了 今天不把事情解决 那就谁也别想从这里过 大家都躲在路上好了 欢迎来到今天的动力检测站 印尼网红坡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可以看见一群人正在朝着下面房屋董去 因为这些人不满现在印尼网红坡的规定 而他们想争取的就是要让六轮以上汽车通行 他们一群人来到了这边一个小屋 这里应该就是目前暂时关印尼网红坡的单位 他们来到这里 其主要目的大概就是 目前印尼网红坡已经修好了 不允许六轮以上车辆通行不合理 这里本是一条活道 他们大卡车已有通俗的权利 因此他们必须从这里通过 如果无法通过 这影响到了他们的收入 让他们走其他道路 会其大的增加成本 因此这里必须放开六轮以上车辆通行 并且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 他们已经将路被通俗了 既然不让六轮和两轮以上的车辆通行 那就谁也不要从这里过 小车也不让过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道路 在这期间 他们真的是没让除了摩托车以外的 任何车辆通行 看来今天真的是硬碰硬了 并且在这期间 一辆旧货车想从这里过去 最后都是被他们拦了下来 不过估计是没有病人 如果有病人 你们还真的不让过啊 那真是厉害了 反正今天各路印尼网红坡 原本的收益者们都站了出来 有开餐馆的说 没了大车 他的餐馆都要积不开锅了 有开修理厂的说 最近饭都吃不起了 而开货车的说 已经一个月没收入了 但是到了最后 双方好像暂时没有达成什么故事 目前还是僵着 但另外这边 好像收到给他们了三天时间 他们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打步 不过在我看来 这怕只是缓兵之策